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USB数据线将飞行器与电脑连接 运行DJI Assistant 2软件 选择Mavic Air 登录您的DJI账号 选择对应固件包 点击升级 阅读注意事项 确认无误后 点击开始升级 飞行器升级过程中 请勿关闭飞行器 升级过程中 飞行器自动重启 属正常现象 请耐心等待升级完成 固件升级完成后 重启飞行器即可 使用DJI Assistant 2 升级遥控器固件 开启遥控器电源 使用USB数据线将遥控器与电脑连接 运行DJI Assistant 2 软件 选择Mavic Air 遥控器 选择对应固件包 点击升级 固件升级完成后 重启遥控器即可 以上就是使用DJI Assistant 2 的升级固件过程 感谢您的观看